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前不久欢迎来报告二线上的更新了新的职业 博物学家 那么呢,这期的up主给大家带来的是 博物学家的一些经验心得 这个职业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呢,升级比较快 特别是当你拥有大量的啊,传说动物的标本 那么呢,一下子就可以连升五六级 特别快 第一次解锁职业的时候呢 你会遇到哈利特还有格斯 这两个人的形式风格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游王的风格也可以不一样 哈利特确实是很久没有洗澡了 不过呢,他的颜值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他也是挺可爱的 哈利特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他要求我们玩家呢,不能谋杀任何一个动物啊 你要为他做的事情呢,就是取的样本 然后交给他,让他做科学研究 同时呢,你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 就比如说,你卖出去了三套同样的传说样本之后呢 可以获得大量的经验值还有金钱 而格斯呢,是一个博兽人 他专门高价收购动物的毛皮啊 还有一些材料越稀有越好 那么呢,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去猎杀动物剥皮 取的材料 之后呢,找到格斯,他会高价收购这些动物的毛皮 还有材料,然后你还可以找格斯 帮你制作一些非常稀有的华丽的大衣 还有一些饰品,这些饰品呢 还有属性的加成 不过呢,如果你猎杀的动物太多的话 会引起哈利特的愤怒啊,他会喷你一脸 那么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 你是结不了他任何的任务的 要结束这个职业呢,你需要花25根环境 去购买采样工具 还会获得一个传说动物的地图 还有一个动物野外指囊 然后在世界各地呢,你都能找到哈利特的帐篷 和他互动呢,可以购买出售或者接任务 其中胡鼠不强的麻醉要是必备的 你需要麻醉动物才能取样 而任务呢,是需要你新职业达到5级以上才能接的 如果你没有达到5级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选择开始盗猎动物的 但你任务做完了之后呢,会处于冷却时期啊 会提示此动物已被找到 在这里分享一个小技巧给大家可以重置任务的 首先推出游戏,然后管理游戏的附加内容 找到存档下面的保留空间把它删掉就行了 这个方法是老方法了,半年前就已经有了啊 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呢,重置线上的所有收藏品 当你上档后再重新上行的话 你会发现啊,传说任务又被重置了 又可以再做一次了 如果不想这么麻烦的话 就找你的朋友一起组队 你的任务做完了就去做他的任务 他的做完了就做你的任务轮流做啊 就无间断的不用等冷却时间 如果你没有朋友的话也没有关系 你做完任务之后呢,就可以去做寻赏啊,去做思量酒啊 做完回来之后呢,就已经冷却好了 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去农场 比如说打牛啊,打羊啊 还有去湿地打鳄鱼啊 这些也是可以的 这些小动物呢,量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比较省麻醉弹药啊 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大型动物的话需要消费大量的麻醉弹才能彻底麻醉 关于拍照的话,你可以等被麻醉的动物醒来了之后再拍 或者说和朋友合作啊 你来复苏,他来拍照 或者说他来复苏,你来拍照 你还可以和朋友一起卡大人占据 或者说紧性邀请占据,私人很有占据啊 这个方法我上期视频我讲啊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那些恶意搞事情的恶劣玩家给打漏了啊 就可以放钱的去拉户啊 或者说满地图寻找传说动物 我这边呢,是传说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说升级还是比较快的啊 你取样本的时候可以获得经验值 你卖出去样本之后呢,还可以获得大量的经验值 所以说可以立马升个好几级 博物学家呢,等级越高,奖励越多啊 也就越轻松 那么呢,更多的玩法等待大家去发掘 阿部主目前更倾向于去格式那边啊 制作大一制作视频还是可以的 好的,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别忘了关注阿部主的Facebook粉丝空间还有Twitter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拜拜